上回说咱们说到包拯带着包星 进京赶考 没想到在庙里头出了事了 虽然活了 可是马匹跟行囊就没了 主仆二人好容易到了三元镇 这一路上得花钱呢 这钱怎么办呢 包星啊 就跟包拯说瞎话 相公 您放心 三元镇我有个舅舅 找我舅舅去 他就让包公在这二魂铺吃饭 他离开这二魂铺出去了 盖什么去了 把身上的夹凹给吞下来了 当个吧 一件一件的 当一件说一件吧 没想到他拿这夹凹 走了好几里地 把这趟街全都看遍了 一个当铺都没有啊 哎呦 包星可急坏了 找人打听 一个老汉呢 告诉他 你走到头一拐弯 那有个当铺 包星撒腿就跑 好容易跑到这当铺一进去 当东西吗 我们这儿啊 我们这儿啊 只熟不当了 哎呦 这当铺还要关账啊 包星急得浑身是汗 哎 出了这当铺 剁了脚了 这便如何是好啊 他正为难呢 突然间看见那边 围着里三圈 外三圈的人 哎 什么热闹 包星赶紧就过去了 巴拉巴拉人群挤进去 一看地上呢 铺着一张纸 上边写的有字 包星一低头 他就念出来了 告白 他刚念完这俩字 旁边就有人说话了 告白 告白 这白老师是我的朋友 挺老实的 干嘛告他呀 哎呦 包星一听啊 这个人呢 可能是不认识字 我跟你说呀 这不是告姓白的 啊 我给您念念 好好好 您念念您念念 我不认识字 您听着 告白四方人人君子之之 今有隐一村内 李老大人宅内 小姐被妖迷住 唐有能致邪捉妖者 谢文银三百两 绝不食言 仅此告白 呦 原来是李元外 他们家有妖精了 哎呦 包星再一听 旁边看热闹的 议论纷纷 嗯 小包星挺聪明啊 突然间 灵机一动 这可是个机会 干脆 窜等窜等我家相公 到这李大人家中 嗯 倘若事情办成了 三百两银子 疏疏疼疼 紧紧赶烤 吃不上口了 即便是不成吧 也能混两天吃喝呀 行 得了 我就这么办了 这包星啊 也是没办法挤他 他一看 在告白旁边 站着一个人 这人呢 是青衣大帽 看岁数呢 三十上下 准是 这个府中的管家 报星就过来了 一报全 请问 这个告示 是您的吗 啊 不错 是我的 请问 这个隐医村 离这多远呢 三里地 你问这干什么 难道说 你能降妖捉怪吗 不瞒你说 我们家相公啊 能够驱除邪碎 能够降妖捉怪 而且守道病除 不过有一样 我们可不是你们此地人 是外相人 我们这相公啊 虽然有神通 但是他不愿意露头 他呀 不愿意替人降妖捉怪 恐怕妖言惑众 怎么办 如果你要真想求我们相公 那你得是一片 至诚之心 告诉你 我们相公 他绝不答应 他说自己不会想要 他越说不会 你越跪地 给他磕头 你求他 眼泪都下来了 他一看你 真是一片真心 一片志诚 他才能答应 包兴 为什么这么说呀 包兴 知道 三少女 什么脾气 这就叫啊 什么脾气 什么怠诚 这个管家呢 正着急呢 行行行 哎呀 只要能够降妖捉怪 能够把我们李大人 府中事给办了 我跪地磕头 甭说磕头 前边是个火坑 嘿 您家相公让我跳 我都跳 真的 那么闲话少说 你把这告白收起来 随我来 这个管家赶紧把告白收起来 好啊 我跟您走 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 有人能降妖捉怪了 那能不跟着看热闹吗 大家伙捋捋夯夯 就跟着这个管家 还要包心下来 想看着想要捉怪的 包心带着大家伙 就来到这二魂铺的门口 哎 中尉 请站住 你们可千万别上去 如果你们一上去 我家相公肯定不答应 还有一样 如果把我家相公请下来 要出去的时候 中尉 你们哪 可千万千万 别挡着 如果说我家相公不答应 我在楼上这么一喊 我说我家相公不答应 你们哪 就帮着这位管家跪在地下 求 哎 我家相公就答应了 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行行行 我们都是相亲的 没办法 为了给李府 逍遥捉怪 我们帮这门了 这样这些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都在这二魂铺外头挤着等着 包心呢 就把这位管家 叫过来了 走吧 进去吧 嘿 有一件事 我得跟您说清楚了 我家相公可吃饭呢 您哪 先把这账给毁了 这样的话 咱们走的时候 省得倒麻烦 行行行行行 这个管家呢 这个管家呢 就办了账法了 这柜台里头正坐着先生跟掌柜的 一看这管家来了 赶紧站起来了 哎呦 李二爷啊 您可老没来了 怎么 不知道照顾照顾 我们这柜生啊 感情这位呀 还真是管家 这个人姓李叫李宝 李宝赶紧答应 哎呦 家里边事太多 没时间来 跟你们说一事 楼上那位相公 跟我这位管家 他说着呢 用手一指这包心 他们这爷俩呢 吃饭花了多少钱 您就写在我的账上就行了 行行行 那好吧 那好吧 这样呢 这管家李宝呢 就跟包心说 请吧 我可告诉你 我上去先跟我家相公说 如果我家相公答应了 好吧 如果他不答应 我就咳嗽 我一咳嗽 你可赶紧上楼 上楼就哭 上楼就求 如果不答应 嘿 你就跪着 必须得恳求 必须得让人家知道 就你心诚 那才行了 行行行 你放心 你放心 这样呢 李宝在楼梯口等着 包心 腾腾腾 就上了楼 包的也正着急呢 这小包心下楼走了 都半天了 怎么不回来呀 因为这位包公 也是头一次出院门啊 心说 这包心说 镇上有个舅舅 我怎么没听他念叨过呀 也许是见他舅舅 人家舅舅不借给他 他不好意思回来了 不对呀 这包心不是这样的人呢 要不然他看我没钱了 也没马了 他私自逃走了 不对 肯定是他岁数小啊 他认不得到了 走了 他回不来了 包公正着急呢 包心腾腾腾上来了 满面带笑 包公一看气坏了 包心啊 你上哪儿去了 让我在这儿着急 我没钱会账啊 相公 说着话 包心就凑到了包公面前 声音很低 少爷 我跟您说 我可没找着我舅舅 现在呀 有一件事 这包心就把尹义村 李家小姐被腰迷住 请人捉腰的事情 说了一遍 特嘞 我的好相公 我的好少爷 咱们到李府混混吧 倘若真把腰筋给震住了 三百两银子 就是震不住 咱们也能吃两顿饭 包的人 是这人吗 这包公气坏了 把脸望下一沉 你 你好大的胆子 你把我气死了 他这一着急呢 他说出这话来了 包心心说完了 得嘞 我得把这管家李宝 调上来 咯咯咯 他就咳嗽上来 李宝一听咳嗽 赶紧往楼上跑 冲着包公 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相公 小人我心里叫李宝 奉了主母之命 请法官到我府中 去救我家小姐 我家袁外爷 跟我家主母 就这么一个女儿了 刚才 您这位亲随说了 说您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忘记搭救我家小姐 我给您磕头了 砰砰砰就咳呀 包公用手一指 这位管家 你别听这小四之言 我不会捉腰啊 包心在旁边大声 哎 我说管家 听出来了吗 我家相公 可说出不会来了 李宝心说 他嘱咐过我呀 说出不会来 让我至成相求 哎呦 砰砰砰的咳呀 咳了好几十个头 把这楼板都磕响了 包公气坏了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包心在旁边的说话吧 得嘞 相公啊 您看 他一片成心怪可怜的 您哪 就发佛慈悲吧 啊 叫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包公把两只眼睛一当 报醒了 你怎么门口胡说呀 包公没办法 用手一指的李宝 管家你起来 我还得赶路呢 我要进京城 我不会捉腰 李宝以为这相公答应了 没想到说出这句话来 往前一爬 还是磕头 抱住包公的腿 相公 无论如何 你也得帮着忙啊 我呀 再不把您请回去 捉不住腰 连我家主母都活不了啊 主母怪罪下来 小人我时时的吃罪不起 得嘞 相公 您救我家小姐吧 碰碰碰还磕头 包公的可下不来台了 心里边恨着包星 可又一琢磨 有妖 有妖怪 根本世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向来是以正圣邪 要不然 我跟他去瞧瞧 然后想办法 再脱身走 想到这儿 包公说话了 我告诉你 管家 我这个人 不会捉腰 也不信邪 既然你求到这儿了 我跟着你去看看 哎呦 太好了 我谢谢您了 这李宝呢 就认为包公答应了 站起身行 啊 相公请 包公 在前边走 包星跟李宝 在后边跟着 腾腾腾 一下楼 门口这老百姓都看见了 哎呦 这法官好人样啊 李宝赶紧抢过去 哎呀 众位众位相信 我李宝一片制成 法官已然答应了 众位 请你们闪一闪 行个方便 说完给大家伙 抱穷公手 做了仪 大家伙往旁边一闪 闪出一条道来 李宝在前边用手一指 向公民随我来 这样呢 包公 就跟着李宝 包星在后边 跟着往前走 这老百姓一看 说什么的都有啊 哎呦 这相貌真神奇 就冲这相貌 准得有法术 哎 甭说相貌 甭说法术 你看 他一团正气 就能以正压邪 当然还有说别的 不说老百姓 议论纷纷 咱们单说 这三个人 直接勾奔 尹一村 这李宝呢 就到前边 先去报告 李源外夫妻老两口子 那么这个李大人 可不是别人 原来在朝中 身为吏部天官 姓李叫李文业 这个老爷子 是个政治之人 一看朝中有奸臣 就提前告老还乡了 这样呢 住这村子呢 也想隐姓埋名 做个原位爷 过个安逸的晚年 就行了 所以原外呢 就把这名字 改为隐一村 夫人张氏 老两口子没儿子 就这么一个闺女 那真是掌上名著 没想到有一天 这小姐刚好睡觉 突然间窗户外头 撑了一下 冒出一个东西来 毛茸茸的 两只眼睛 跟当时的往里头看 吓得小姐叫唤一声 就晕过去了 小丫头赶紧过来 再一叫小姐 小姐不醒了 马上去禀报 张氏夫人 老夫人来了 好容易把小姐叫醒了 可是这位小姐 精神恍惚 一到夜里就害怕 就是闭不上眼 不敢睡觉啊 请了好多有名的大夫 这钱就花扯了 就是治不好小姐的病 这个夫人呢 就认为闺女中了邪了 说有妖怪 李大人不信呢 李大人又惹不起夫人 夫人是真着急 这样呢 张氏夫人 就让李宝写个告白 请一位大法官 到府中降妖捉拐 老两口子正着急呢 李宝腾腾腾 跑进来了 老爷 夫人 小人我请了一位 能够驱除妖邪的人 是位赶考的相公 啊 好吧 李大人一听 只能说一声 书房有请 李大人就搬了书房了 李宝出来 就把包公子跟包星 让到书房 包公落座了 李宝现场查了 时间不大 李大人又打外边进来 包公子赶紧站起来 上前包拳兵手 身世一礼 园外在上 万圣包整包西人拜见 包公子请坐 李大人一看这位包公子 长得相貌清奇 气度不俗 心说这位能够降妖捉怪 李大人落座了 李宝给献上一碗茶来 李大人用手一指 请问相公贵姓 家住哪里 为何来到此处 包公这人不会说瞎话呀 就把自己带着包星 进京赶考 途中所遇见的事情 一无一时的全说了 哦 那李大人这么大岁数 在关中 做过力不天官 神不明白 原来这位是个落难的书生 所以呢 李大人就没提这 想要捉怪的事情 就跟包整 谈起学问来 那包整满腹经纶 所以跟李大人一聊天 对答如流 一问一答 李大人听得非常高兴 李大人一想 这位公子嫉妒圣贤之书 怎么会信呼着 妖怪之事啊 是不是因为丢了行李 丢了马匹 没办法 才拖延 说能够降妖捉怪呀 得嘞 他不提 我也不提 既然是落难的书生 我呀 让李宝好好照顾 也就是 所以李大人 就没提 降妖捉怪的事情 李宝啊 因为 把公子安顿在书房 好好款待 公子 我还有事 就跟您告辞了 包公 站起身形 就把李大人送出门外 李大人走了 包公回到屋中 李宝怎么一听 袁外爷不提 降妖捉怪的事 这怎么办呢 李宝等李大人走了 撒腿往里跑 就来到张氏的屋中 哎哟 夫人哪 咱们家袁外爷 可没提 给妖请的事了 那么 这个大法官呢 在书房呢 袁外爷让好好款待 因为他是个赶考的相公 我听啊 一肚子 哎哟 这说着学问了 高级了 我也听不懂 好吧 张氏夫人着急呀 你呀 赶紧跟这个法师商量 甭让老爷知道 该怎么捉腰 就怎么捉腰 啊 这事 你就看着办吧 哎 李宝呢 又往回走 那么包公 坐在屋中就坐嘛 原来这家的主人 是朝中的吏部天官 退归临下 告老还乡了 满腹的姜伦 看起来他对我以礼相待 也不提这妖怪的事情 我呀 真是不该来 我来得太鲁莽了 可是既然进了李家的门 我又不能随便出去 得了 我到底看看这妖怪是怎么回事 即便不能给小姐治病 也得把这妖怪之事 弄得水落石出 这时候 李宝就进来了 相公 我家夫人说了 就请您降妖捉怪 好吧 降妖捉怪我不会 但是事情咱们得问清楚了 我等你回来 请你把小姐屋中的丫鬟 给我请过一位来 好好好 这李宝赶紧就把小姐贴身的丫鬟 春红叫来 报公就问这春红 小姐当时受了惊吓 是怎么个情形 春红就把当时的事情说了 好吧 您请吧 春红走了 报公就跟着李宝说 管家 请你带着我去看一看 小姐卧房外边周围是怎么回事 好 您随我来 这个小姐卧房的外边啊 正是李宅的后花园 后花园并不大 有两处假山石 一处凉亭 再有呢 就是一些花草树木 李宝带着一一支点 包公在外边看了看 在园中各处巡查了一遍 突然间包公站住了 这儿哈呢 是围墙的下边 包公看着看着 嗯 这小包心这么一看 心说我家相公看见什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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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